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哈拉聊电影,我是好好 这是一个聊聊电影的频道 分享我觉得这部电影中的看点与富有意义的部分 当然,如果这部电影有地雷也会跟大家报告的 希望可以让频道前的朋友在观影前有个判断参考的依据 在陌生的地方迷路,以及是让人很不安的事情 但如果迷路的地方还是在住满鬼魂的房子内 那是有多么恐怖的事情啊 没错,今天要跟大家聊了一部电影是 由真人、真是、真乌改编而成的电影 温浙斯特、鬼屋 先说,温浙斯特家族在1866年收购了进行有困难的纽黑文军品公司后 改名为温浙斯特联发武器公司 改良了枪支,发明了来福枪,品质技良,设计精巧,颇具匠心 获得广大乡民的喜爱,成为居家防盗,除外打猎,路人抢劫必备装备 之后也成了第一世界大战,盟军主要的生产武器公司之一 就可以知道温浙斯特家族赚了多少钱了 所以也可以推算,死在他们武器下的亡灵数量有多可欢了 而故事的主人龙,莎拉嫁入了温浙斯特家族 与丈夫威廉生了一个女儿安妮 女儿出生还未满月,就夭折死了 之后丈夫也跟着离世,懒受相顾的莎拉 于是求助于灵媒,灵媒告诉她 咳咳,你们家族因为制造杀戮的武器,让很多人死亡 据说死亡的人数,估计有高达八百万人 这些死掉的亡灵,诅咒着你们的家族 你必须要替鬼魂来打造坊间 你们家人才可以躲过死亡的诅咒 如果不照办,下一个死的就是你 莎拉天的大吃一惊 生怕自己与家人会被鬼魂赎命 大家要知道,有钱人大部分都很怕死 所以莎拉温泽斯特就到了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的圣河溪 开启了扩建鬼宅的疯狂之举 据说38年来,24小时从不成间断 到在马不停蹄的轮班工作改建豪宅 耗资大约现在800亿美元的天降在盖之洞房子 直到莎拉逝世的时候才停工 温泽斯特豪宅被时代杂志列为全球十大鬼屋之一 采用维多利亚式的建筑风格 占地约655平方公尺 共有161个房间 包括40个卧室,2个舞池和6个厨房等 其房间设计的怪异扭曲 许多不合逻辑的设计根本就是一个大型的迷宫 传闻都是莎拉夜晚时 听从亡灵的委托 设计出他们生前房间的样式 等到亡灵在此房获得平静后 就会安详的离去 而此房间就会进行改建 给下一位亡灵居住 因此屋内有奇奇怪怪的格局 有些楼梯通往死路的天花板 有些门走出去后则会摔下一楼 还有阶梯高度仅有5公分的楼梯 上楼必须折行拐弯才能够抵达 虽然他本人解释 因为曾经发生过旧金山大地震的关系 房子有严重的坍塌在原地改建后 所以才会有奇怪的格局出现 而5公分的楼梯则是因为老娘的关节发炎 所以膝盖不能太过弯曲才设计出这样的楼梯 但也有人传言 这样没有章法的设计 是为了让鬼魂困在屋内 让鬼在豪宅中迷路出不来 不论真相为何 这栋神秘屋子的格局 确实引发不少的话题性 而剧主在拍摄时也遇到了许多灵异的现象 让演员都不敢一个人在房子内乱走 深深感觉 沙拉温泽斯特夫人的亡灵 还在这间屋内从未离去 恐怖哦 只要是人都怕鬼 不过这也让人想起小渊住的地方 从小也是常常会看到一栋奇怪的房子 就是小有名气的龙潭怪怪屋 也是有着奇怪的设计 虽然曾经被选为台湾石纳鬼屋 但其实只是建筑风格怪异 并没有传出什么灵异的恐怖事件 所以电影就在这真实又奇幻的框架 再加上一些灵异传闻的渲染下 改编而成了这个故事 有许多真实的场景与传闻 都有出现在电影之中 包括夜半响起的终身 20小时赶工的木匠 无师之通 夜晚画设计图的沙拉等 让这部电影看起来 别于以往通俗设定的鬼屋题材 有更强大的代入感 算是小编我近期看过最有意思的鬼片 故事简介 温浙斯特联发武器公司 因为老板威廉温浙斯特的死亡 由老婆沙拉继承的公司 以及财产 沙拉在外人的眼中 就是一位充满灵异气质 怪力乱神的夫人 公司股东担心她的精神状况 于是找来了精神科医师 来鉴定她 来确保她是否有资格 继续带领着公司 所以就找了不幸协医师 艾瑞克 来到了这栋豪灾 不幸协医师进入屋子后 就感到强大的不自在感 也发现了许多诡异的情况 但她以为是自己服用药物下 才出现的幻觉 所以也不宜有她 不过随着与沙拉的对谈下 她所坚信的医疗科学 渐渐的被瓦解 也开始相信这一切 都是亡灵的诅咒 究竟 他们最后能靠着房子 来压制这些冤魂吗 为何会大老远的用重金 请这位医生来做评估呢 她背后的秘密是什么 她与这一切的事件 又有什么关联 这精彩又灵异的最后结局 就用观众到戏院中感受吧 故事有提到一个有趣的观点就是 武器这东西 它只是个工具 虽然可以杀人 但是也能防卫国土 试想一下 外敌入侵时 没有先进的武器防御 难道要用肉身去挡子弹吗 当然是不可能的 对吧 虽然枪支是以伤害为目的 而生产的工具 但是 冤有头 载有主 扣板机的人 应该才是要背负罪责的人吧 怪罪到制造商上面 也是有点牵强 那控管枪支的政府 是不是也该被亡灵产生一下呢 毕竟枪支犯难下 死了不少无辜的人 观众朋友 您说是吧 do you believe in ghosts doctor I cannot see or study 以下内容有剧透 不想被雷的朋友 请回避 故事中的两位主角 一开始的个性 是强烈的对比 要诊断人的医生 艾瑞克表现得轻浮 要被诊断的沙拉 反而显得稳重 他们之间互相扩招的对手戏 就显得有趣好玩 反而医生有被训斥 被教育的感觉 这点也是让小缅 我蛮喜欢的 值得一提的是 奥斯卡影后 海伦米兰 饰演的沙拉温浙斯特 真的把角色的神秘 与贵妇的气质 诠释得很完美 心理医生想要开她精神一场 但艾瑞克还太嫩 被老妇人赏了很多软钉子 痛了一鼻子的灰 沙拉不但做事有条理 重原则 带领的仆人与工人 都十分的尊敬她 让观众可以感受到老妇人 不仅没有精神上的问题 反而极具资格 可以领导任何公司 那又为何要找一个心理医生 来当男主角呢 这部分电影也是极具巧识的 身为一个心理医生的她 一开始当然是用科学的角度 来看这一切怪事 但直到她身心的理论 一意被挤过后 否定了自己既有的认知 证实自己的问题后 才发现自己真正的使命 原来 她此行的真正目的 不是要评估什么老妇人的心智状态 她就是一个要帮助杀她解决掉 好歹中最凶最坏的亡灵 由于艾瑞克她患有精神疾病的妻子 曾经举枪致敬 艾瑞克为了阻止她 因此不胜重担 让她在鬼门前走了一趟 死而复生的她 让艾瑞克从此痛苦不已 于是沉溺于毒品酒精之中来逃避 萨拉会找她来是因为 曾经有死而复生经验的艾瑞克 可以看得到鬼魂 一个别闯阴阳界的概念 所以故事也描述了 能在面对过去的伤痛与恐惧 最后突破新房成就更好的自己 才能获得真正的救赎 也透过她的力量 击退了恶灵 救了温测斯特一家人 也找回了最真实的自己 也让整个鬼屋的攻击事件 搞一个段落 本片的看点 并非把鬼魂营造得多么害人与强大 也并非是为了下人取向 所捏造的恐怖故事 而是藉由这个故事 在描述一个报应的情节 剧中的萨拉 虽然是武器制造商的一双 她面临到这样恐怖的诅咒 为了赎罪 为了守护家族其他成员 不惜投入所有的精力去做这件事情 目的也是希望 这些枪下的亡魂可以得到安息 无论方法是否奇怪 是否发疯 但她至少愿意面对这一切 愿意背起整个家族的业障 埃瑞克也面对了自己的过去 找回了自己 所以透过这两个角色 可以让人明白 人要变得更强大 一定要去正视自己的问题 我是好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 觉得影片不错 可以给我们一个鼓励 如果想来哈拉更多电影 也欢迎留言讨论 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想知道关于本频道的更多动态 可以到FB的粉丝页逛逛 或是到频道中的社群里 观看其他电影的短心得哦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